對呀,快點換你雞啦 哦,那我買多 OK,好,那大家好 那個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個地方 幫大家去介紹一下我們的這個GV 重新講故境 那我想大家應該多少都知道這個東西也跟我說過 那現在還是有些請朋友 我稍微再介紹一下 從巨令V大概2012年底開始 到現在已經有第29次黑格鬆了 我們已經有500多次的正式提案 也有大概將近300萬分數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一直以一個理念來做 就是大家在這邊開放做協作 並且朝向公民科技的一個方向去進行 那很多人或者說幾乎所有人 都是用志願志工的方式來進行 這邊其實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一直以來我們都捧到一些問題 我們雖然做了同一片 不過我們沒機會投出來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如果要做網站 主機費是一個問題對不對 Domain name也會是一個問題 這邊有一張圖 我大概一年獎了5000塊的Domain name圖 然後接下來你的主機營業成本 然後呢你是不是要做SSL 好現在算免費了 不過之前也是要花錢的 然後還有像是說那個 之前曾經我有一次去要開放資料 政府其實變成全面免費的開放資料 我想說我來做一下那個 各個台灣各個村裡 歷年的那個人口的來做一下分析 看配合一些有趣的數據 比方說那個癌症資料 我們之前跟那個 有朋友一起爬過這個資料 那結果呢要歷年的 各個村裡解析度的人口的數據 我寫訊區問他就說 欸你這個只要花17萬4千塊就可以拼了 做一個hack的時候 我們要花17萬4千塊的一個專案這樣 好那這邊其實諸多問題在這邊 使得說我們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必須有一些成本付出 就算你自己是 連自己的時間都套出來了 完全沒有那個就是 大家一起來做 你還是得要付出健全 所以我們就開始有了這個ID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這樣子講助金的方式 把一些社會上的力量集中在一起 然後呢一起來把一個 我大家都覺得不錯的專案 我們去做一些支持 不管是一些在主機營運上也好 或是他如果今天是找不到 比較那個科技的背景的人幫忙 所以我們也可以利用 比較外包的方式 由其他團隊 來進行這個技術資源方式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做這個講助金 其實現在已經做到第三期了 那這一期其實很高興能夠有 像是聯合報系院警封城 然後這邊有執行長這個 羅國遜還有像是 iVox 然後那個 沖化電信跟 Yuoka公司的一個贊助 那我們終於把這次的講助金 到昨天為止 大概12個團隊是進入決選 然後呢最後選出 5個團隊為獲獎的團隊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邊 是不是要先請一下那個 我們的專注單位 合作夥伴 聯合報系院警工程的羅國遜 執行長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來歡迎執行長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羅國遜 聯合報系院警工程的執行長 聯合報系的院警工程 讓我在這邊做一點簡單的介紹 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部門 那我們一般譬如說媒體 我們都知道 譬如說有新聞部 有編輯部 或者有業務部 發行部 這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那但是聯合報有一個特別的部門 叫做院警工程 它其實它的最重要的目的 它我們的有一個就是 我們的slogan是 努力讓台灣更好 努力讓台灣更好 那怎麼樣達到我們的這個目標 我們自己有一些思考 那首先 首先 我們是一家民營的企業公司 其實我們並不是最有錢的公司 雖然我們在這次的活動裡面 我們有一點小小的贊助 但是我們其實在台灣的所有的企業來講 絕對不是一個排名在前面很賺錢很有錢的公司 那我們覺得說 我們如果參與這些社會上的一些有意義的活動 最重要的我們還是考慮 希望能夠發揮我們媒體的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跟社會的溝通 跟社會的溝通 那我們支持G101的這些活動 就是認為 G101做的這些 譬如說開放公民科技的活動 是一個重要的溝通的一個過程 能夠讓台灣經過這樣的一個工作 我們可以有更好的溝通 更透明的這個社會跟政治的這個運作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美後報系的這個願景工程 我們跟其他的媒體 如果能夠要找出一些差別的話 就是說 其他媒體有人會做很多事情 我們做得不好 譬如說 狗仔 我們沒有狗仔 對 或者是說 做一些比較 這個八卦的東西 我們也做好這個事情 那我們覺得我們的強項 或者我們的優勢 是著重在公共政策 或者是說 能夠經過新聞的報導 推動社會的進步 這是我們的 我們覺得我們這方面我們比較有能力 也因此我們就在願景工程 我們大概今年到現在是七年了 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大型的這個新聞報導 那主要的探討都是台灣重要的公共的政策和議題 譬如說 比如說 年輕人的就業 人才的外流的問題 或者是說 老年化 我們現在大家都非常非常關注 而且這個速度是在加速的 老年化的過程 這些事情都是我們關心的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大型報導 那 這邊我稍微跟同學們 跟各位好朋友們 我們預告一下 我們馬上接下來會有一個大的一個專題 即將要推出 這個專題 我們是探討台灣社會的世代議題 即將要在 我們預計在這個月就要推出了 那這個世代議題 在台灣受到大家越來越多的關注 我們作為一個媒體 希望能夠溝通不同世代之間 大家的認識跟理解 讓我們一起協力 來推動台灣社會的進步 那我想我們跟GTV 跟各位朋友們 在這方面 我們都可以有共滿 更多一起努力的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謝謝羅志欣致好 那接下來我們想請 那個中華電信公共事務處的科長 曾志明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我們歡迎科長 各位夥伴大家早安 我是中華電信曾志明 那我來自於部門是叫做歇傻部門 那中華電信是一家股運有限公司 公司在於公司法的第一條講得很清楚 公司就是要以利為目的 可是中華電信在94年8月12號明明化之後 我們在隔一年95年 我們就成立了歇傻的部門 那所謂歇傻部門也就是說 一家公司它以利為目的之外 它更必須負擔起一些的企業的社會責任 那我非常願意跟剛才我們的樓兄所提到 我們除了在盈利之外呢 我們更重視的是你如何去落實你的社會責任 那我想每家公司性質不太一樣 但是它要從事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以公司的資源能力特色來解決社會問題 以中華電信來講 我們是一家自通信公司 所以我們的歇傻的最主要的驗景 剛好跟我們G01是一致的 是要縮短數位落差 所以在這方面呢 我們中華電信從事了很多的活動 從事在縮短 這個落差是存在於區域性的 在我們都市裡面 我們通信一定是非常的好 可是一離開了都市之後 到了鄉村到了山上呢 很多通信品質就不太好了 我們要縮短這種的落差 我們要縮短族群之間 譬如說新移民 還是說銀髮族 也存在很多落差 那我們更重視的 現在談的是通用設計 過去我們在打電話的時候呢 如果大家再回顧一下 你在撥按鈕電話的時候 那個5按鈕鍵是怎麼樣 12345 有沒有感覺到那個5不一樣 一點 那個不是瑕疵品 那是要讓視障者 他知道5之後呢 他就能夠 就能夠很快打12345 那剛才我聽到 一位夥伴提到的 他要去促進視障者的事情 如果今天視障者的手機 如果12345有突一點 那就真的是瑕疵品了 所以我們要如何來 來用一個通用的設計 讓這些的身心障礙者 能夠更換別的使用通信呢 是我們大家一起努力的目標 謝謝各位 謝謝